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所有在北美创业的精英们提供一个可以展现自我 并且分享交流他们经验的平台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Mickey Bridal Boutique的创始人Mickey 非常感谢他的到来 那Mickey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Mickey Bridal Boutique的创始人我叫Mickey 然后我们店是以婚纱礼服租售为主 然后我是一个90后 所以呢这是我的客户群从高中生 然后到一些结婚的40青年然后都有 嗯其实我觉得90后创业啊 其实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很多大家都觉得可能90后的时候 还在读书 可能刚毕业都在努力找工作的时候 那Mickey已经是走在了这个前面啊 已经是在做这个创业了 那是不是尤其在女生在做创业的时候 也会遇到很多 比如说比较困难的事情呢 会因为我是一毕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自己选择开店 嗯然后想我刚毕业嘛 然后什么经验都没有 所以在各方面其实是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嗯从选店开始了 然后可房东交涉 然后从装修其实一系列方面其实还吃了蛮多亏的 然后只能安慰自己说只能安慰自己说吃一点找一智 然后会比较乐观哦 嗯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婚纱店呢 因为其实我刚刚之前跟您交流也知道 当时学的也不是说专门是这一个 比如说fashion啊或者这一块 为什么会当时选择走这条路呢 嗯想女生可能就是从小都会有个什么 呃婚纱店的梦想啊 或者什么咖啡店啊 这小女生应该都会有这些梦想吧 然后我会比较幸运说把这个梦想现在就成为一个现实 然后也是竞缘巧合 就是爸妈那边也会有认识的人 刚好是做这一块婚纱出口的 然后也去他们那些工厂去看过 然后本来自己就喜欢做这一行业嘛 嗯然后就结合一下啊 然后就可以 对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首先啊 其实包括来我们这儿做这个采访的 其实很多都是自己非常有梦想 很多之前包括他们可能是在白人公司啊 或者是有一定有有一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但是可能觉得说这个自己创业 可能各方面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选择了自己出来走出来创业 但我觉得Micky可能还不一样 因为他是大学刚一毕业 就非常执意的来走这条路 嗯也没有先去说去其他地方 先去做一些打工或者是先获得一些经验 直接出来这个开店其实是还是蛮少见的 而且像走了这么多年应该是已经两年了 两年多 两年多了 我觉得一切应该都过去 因为都说第一年应该是比较最难啊 最最煎熬的时候 现在也都过来了 对 那这一切是不是爸妈也在国内 也给了你非常多的支持呢 对因为你想我刚毕业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爸妈会在各方面 会给多很多意见 会告诉你要跟什么样的人接触 然后通过怎样的方法 可以去把你的店让更多人知道 对那说到这个知道啊 那你平时怎么宣传自己的店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宣传做的比较少 然后之后就觉得哎呀不行 因为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店嘛 然后就要想办法说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 可以知道我们 我们家的裙子挺好看的其实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联系了很多一些 比如说怀疑小姐的比赛呀 然后各个就是各类的大型晚会 然后可以赞助一些主持人去穿我们的礼服 对因为顺便说 过去我之前也穿过很多次 所以确实是很漂亮 所有人都会在问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因为大家你其实你衣服是穿在身上 是最直观的 因为你挂在那边 其实别人觉得挂在那边很好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到底穿上身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所以通过一些比如说通过你呀 然后通过一些其他一些主持人啊 然后一些其他一些就是选美的一些女生啊 他们穿上一些衣服 大家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这衣服穿上身前后左右 是这样子的效果 他们觉得挺好挺OK 所以其实之前Micky很厉害 基本上没有通过宣传 都是以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方式 这个我觉得其实在多伦多 也是比较流行的方法 因为大家可能在这儿 其实看除了现在这个朋友圈以外 可能看报纸啊 看这些电视也是比较少的 这种广告性质 可能接触的会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也是通过这个朋友的 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会很好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觉得婚纱店 其实有蛮多的 那你这边的特色 或者是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为什么会选择你们呢 我们店我自认为 我们家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款式会比较新盈一点 因为可能是作为90后吧 就是目前还说 算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代 所以可能在选择款式啊 然后颜色各方面的话 会比其他一些店 可能会觉得好一些吧 会比较瘦一些就是高中生啊 就是比较瘦年轻一点的人喜欢 那会不会比如说 现在正在流行什么 或者是明星正在 最近比如说走了一个什么秀啊 或者是他们最近在穿什么 应该很多这些 尤其高中生 他们要有这个 prong吗 这种毕业晚会 他们会很想追随这种 会会会 因为我们 我们电视 比如说我们店 所有的现货 都是可以租售的 然后大部分 大部分的学生 他可能会过来挑 然后因为学生嘛 就可能经济各方面条件 是比较有限的 对 所以嘛他们就是会比较有限制去挑选礼服 有些可能条件好一些的 他觉得我喜欢一些比较大牌那些款式 所以他们就可能会问我们 哎你能不能做这个款式 我们我们大部分90%的款 其实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其实对于所有的客人来说呢 每个人 因为想法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觉得说 一辈子可能要留这一天很重要 无论是结婚也好 或者是这个高中毕业典礼也好 像有一套最好的 然后可以一直留着 因为不光是 其实不是说说女人的每一件衣服 都是一个回忆 对对 所以可以留很多很多的回忆 在衣柜里面 或者有的人觉得说 可能这个场合不适合每次都穿 一样的衣服 所以可能有这个 想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其实我觉得Micky这边做得很好的 就是不是像很多地方 只能租或者是只能买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或者是一部分租 对 或者是一部分买这样子 嗯 就可以更好的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那其实作为这个新娘啊 或者是整个这个 现在的这个情况也好 是不是他们比如说来看这个婚纱 他也会有 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叫服务啊 因为他们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婚庆 可能总是会联系到一条龙服务 比如说像这个摄影啊 拍照啊或者是化妆啊 是不是这些服务你们也可以做到呢 对我们其实都有 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摄影师啦 和一些婚情公司 然后我们会问新人 就比如说你结婚大概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们会根据新人的预算 然后会推荐他一些就比较适合的一些公 就是摄影团队啦 或者是一些婚前公司 对一些合作的 至少我知道这家公司 他出的样片是怎样 我会把这样片先给客人看 客人觉得OK了 然后我会帮他联系这些人 然后会帮他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钱 对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是 第一怕麻烦 再一个就像刚刚说的 其实referral这个也是在多伦多非常盛行的 对对 所以其实包括比如说Micky推荐的 那可能也会省了这个新人 很长的这个一个时间 去自己去寻找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像因为除了婚纱以外 可能还有很多像头饰啊 这些配饰 这些配饰的话 比如说你们这边是有提供 或者是他们是需要怎么样的去操作呢 其实我们店里会有很多一些皇冠啊 然后一些项链啊 耳夹啊 然后一些头纱 其实我们都会有 当客人他选择一款 就是他自己喜欢的礼服和婚纱之后 我们会根据这款款式 然后去帮他相对应的去配套一下 就这个礼服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项链啊 或者是那个婚纱比较适合这款头纱 就会根据客人的他各方面的条件 然后款式去帮他去建议他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Micky这边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很多地方可能他只是负责 这个出售衣服 但是本身的话 我觉得其实Micky这边做得更好的 可能是一个服务和他一个专业性的 所有的在这个买衣服的同时 或者是租衣服的时候 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这种搭配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一些方面 也省去了他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些 要去自己 因为每个人这个书也有专攻 可能他其他方面很好 但是确实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去学习啊 或者是去学习这个搭配 但是对于Micky来说 本身每天都是在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可能是见多了 你会知道 这个脸型的女生 可能会比较适合怎样的款式 就会见多了 可能就会输得生巧或怎样吧 对 其实我跟Micky交流起来 我觉得Micky也是一个 性格非常随和的人 所以其实是不是通过 做这个婚纱这个行业 也是遇到了很多 可以交到了很多朋友呢 会 因为可能就是性格真的会比较随和 就是从高中生啊 或者是到一些妈妈 妈妈级别的那些 都可以聊得很好 他们觉得 哎这小姑娘挺好的 挺好聊的 然后我在价钱方面 其实也会 就不会像有些店 一开就开一个很高的价钱 因为我就是给到客人的价钱 其实都是一个很实诚的价格 然后因为客人 你想他们结婚的话 没可能说 我只在你这一家就OK了 他可能是会 比如说货比参加 对 他自己也就是看过很多家 他也知道就是在婚纱礼服 租售这一块价格大概是怎样的 然后他听到我们报价之后 他会觉得我们会比较实诚一点 就不会来虚的那种 他就觉得OK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 包括咱们之前采访的这些嘉宾也好 很多人都说这个创业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这个性格 其实决定你的这个事业可以走多远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之前采访的 所有嘉宾也好 我觉得应该都是性格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为什么虽然其实都是年纪挺轻的 然后出来创业 但是我们在虽然在不同的领域啊 但是大家好像其实做的都很好 因为这个性格真的是决定了你的成功 你的方向决定了你的所有的人脉啊 等等等等方向 对 非常高兴啊 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 Micky Bridal Boutique的创始人 Micky 那在节目之前呢 我们也介绍了很多 Micky之前创业的一些经历 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创业来说 包括Micky也是一个女孩子 作为90后创业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 那在整个创业当中啊 是不是也收到了 或者获得了很多家人的支持呢 嗯 会 因为一开始真的是怎么都不知道 然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因为没有什么客人嘛 其实店里就是怎么说 就是你房租那些是全赔进去的 嗯 然后你想你维持一个月还要好 两个月三个月 其实我们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 是没有什么收入的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只能靠爸妈过来支持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爸妈不在我身边嘛 在国内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我也是就是不会把所有的不开心的 或一些困难都会跟爸妈说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毕竟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会知道 女孩子在外面创业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也就是会从侧边啊 就过来关心你 会问你 哎呀最近店里情况到底怎样啊 然后房租那块怎样啊 然后会会主动安慰我说 嗯 刚开始创业都会这样子 嗯 毕竟第一年是最难熬的 然后只要你自己下定决心 能把第一年熬过去 然后让越来越多人知道 其实店里肯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嗯 那当时说真的 这些在第一年的创业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过中途 想放弃之类的呢 其实会有 因为真的 怎么说那个时候 还小吧 嗯 然后有遇到一点点困难 就是自己可能会觉得 哎呦我为什么要选择创业这条路 如果我毕业了 上个班 照九晚五 对照九晚五 然后拿一份稳定的工资 其实挺好的 嗯 对因为对于创业来说 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很多人看到都是创业的这个 风光的一面 对 其实真正呢 比如说真的 每一天 这没有人来无人问津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 特别着急的 其实都是有这个过程的 那其实除此之外 刚刚受到了家人的支持 那像现在 嗯 之前男朋友 现在老公 对 是不是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呢 会 因为我们店就是 因为从 应该我们之前是在 养费行那块嘛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从 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搬到 Worba这边 就会地方会比较大一些 嗯 然后搬过来的时候 因为是 就是那个palaza是全新的 所以从装修要 就是从无到有 要全部要自己去弄 嗯 那个时候就是对装修这一块 就是完全毫无经验 零经验 就听 听人各种忽悠呗 然后吃了很多苦 然后吃了很多亏 然后那个时候也刚好知道自己怀孕了 嗯 然后没有灯 对 那确实是比较闹心 超闹心 而且我觉得很多客人来了之后 感觉也挺不好意思的 让人家试衣服 对啊 对啊 那块时候刚好客人又多 因为刚好是快过年嘛 嗯 就可能各方面晚宴会比较多一些 就需要礼服的客人会比较多 然后客人过来预约 然后我跟他说 哎呦 我说店里真的没有暖息 真的很冷 一要月分 他们都会嘘 哎呀 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后来我老公只能去Costco 去买很多暖炉 嗯 我也在试一间围一圈 就是希望能减轻一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老公应该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在平时生活当中 嗯 包括现在有了孩子 可能老公也是花了更多时间去支持 因为其实都说说成功男人背后 要有一个默默不闻的女人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一个女人 相互相成 对 每天在外面很辛苦的做事业 背后一定有个非常支持自己的老公 对 去看自己的孩子 对 那其实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也说了 家人的这个支持 其实是跟所有的这个成绩 其实是成正比的 是分不开的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 包括像这个晚宴啊 春节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些宴会的这些衣服 其实我觉得今天Micky来了 也不妨跟我们大家 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些这些经验 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场合 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 其实还有很多人很迷茫的 对 因为毕竟一生其实参加这样的场合 并不是特别多 像高中的时候 可能有一次毕业典礼 大学有大学毕业典礼 然后就是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婚礼 其他的一些这种大大小小的 这些公司年会啊等等 其实还有蛮多 这样需要参加的场合 然后总需要总希望的一天 可以是自己是最最美的一天 所以今天正好Micky来了 给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 这个prom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应该怎么样去挑选 适合自己的呢 就好像很多一些高中生过来 选礼服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哎呀我要性感的 我要怎样怎样的 然后我都会劝这些小孩 我说哎 我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啊 就17 18岁最美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宁愿选一些 比较适合自己年龄的 就一些小清新一点的啊 你想那些性感的 怎么说因为你毕竟还是小孩 感觉也穿不出来 感觉会穿起来会比较怪怪的 好像那种小孩穿偷穿大人衣服 那种感觉 没错 对但是其实能理解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好像就是17 18岁的时候 特别想让别人觉得 是我25岁左右 对对对 真的到25岁左右之后 就特别想穿回之前 那个小清新的衣服 对所以我现在都会劝他们了 我就说啊你们想要穿这种衣服 以后机会多的是 没错 因为你高中的话 高中毕业典礼只有一个 你可以穿一些 就比较小清新一点的啊 适合你现在年龄的一些 就是简单一点的 然后你要想穿那些比较性感的啊 你可以等之后你大学 因为大学其实每年也会有一些 就是玩一玩一样 会一些典礼嘛 你可以那个时候再穿 就是你之后穿那些 比较性感的机会是很多很多 那对于婚礼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更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或者是一个日子 在这个选择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从信任来说 很多信任每次来我们店里 都会问我 哎呀Miki我结婚那天 我到底要穿几套衣服呀 对因为都没结过婚 所以也确实是都比较头疼 不知道应该穿几件 所以我给他们的答案一般 就是你至少需要两件 一件是婚纱 一件是礼服 因为你礼服的话 既然你敬酒啊 你没可能穿个婚纱大托尾 敬酒走来走去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对包括很多人 是不是还有这个 first dance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是穿礼服的话 你在走路啊 然后在跳舞啊 各方面会轻便很多 方便很多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再多一点 那可能现在因为很多人 都会有个早上 早上会有个浸茶的环节 然后都会选择 我会建议他们穿一些裙挂呀 或者是一些龙凤装 对那是不是一般早上的这种 就是比较中式的 会会比较中式 对 因为可能是大家在国外 反而会更加注重一些 中式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更加喜欢一些 中式的礼服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裙挂呀 龙凤裙这些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们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相应的配饰给他们 因为你毕竟中装的配饰 跟西式的是不一样的 对很难买到 对很难买到 你就是想有钱都没地去买 对所以我们都会一起 给他们搭配给他们 然后会建议他们 早上你可以穿一些 中式的礼服 你可以搭配这样的头饰 然后之后 你可以换上你的婚纱啦 然后进入晚宴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换上你的礼服 对现在我觉得 尤其是咱们这一辈 就很多可能当时留学生啊 出国留学 现在很多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 或者是都有孩子的这路上了 其实在尤其像在这一代 包括因为我本身可能就是 对舞蹈比较喜欢啊 这个比较了解 像现在本身跳婚礼舞的 很多人都有这个特别的想法 对 因为最早的时候 可能都是比较传统的 那种classic的华尔兹啊 现在慢慢渐变了 就是有更多想 有的想跳kpop 有的人跳比较热辣的这种双人舞 其实呢 在选婚纱的方面 是不是现在人的taste 跟之前也会有所不同呢 会像以前最传统的 大家就会选择白纱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年轻一点的话 他反而会选择一些比较彩色的 就是可能是香槟色啊 如果说再有个性的新娘 我也见过有我的新娘 她选择黑色的婚纱 对 很像黑天鹅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之前听说 就是可能不同颜色 代表着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什么 有说二婚啊之类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房间的一个传闻呢 房间传闻还真有 有的 对 但是看你自己 就是会不会信 因为它是每个地区 都会有自己的习俗吧 就有些地方 他就会跟我说 我的礼服一定不能是粉色的 就他们会比较建议 对对对 然后有些地方就是 过来参加就是宾客 那些来的宾客 然后一定不能穿黑色 对 那说到这个宾客啊 其实我们一生也有很多 当这个配角的时候了 那这个作为宾客 来选礼服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因为你毕竟是参加婚礼嘛 就是主角是别人 不是你 所以你在你自己 着装方面的话 就不能太抢眼 就不能太亮眼 因为你不能抢了新人的风头 没错 然后尽量就不要选白色的 因为其实白色 还是作为新娘的首选颜色 没错 或者红色也是比较抢眼一些 有可能这个新人当天 也会穿这样的服装 对对 那除此之外 其实Micky 我觉得视野做的是非常成功了 现在两年 我觉得也非常稳定 也积累了非常多的 自己的客户 那在未来的打算方面 有什么具体的吗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是以高中生和一些 就是年轻的女性为主 我们的礼服跟婚纱 比较适合这类人 然后有的时候 一些长辈啊 就是新娘的妈妈 会陪着新娘一起过来选衣服 对对对 有些妈妈她也觉得 我女儿结婚啊 我也想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没错 因为毕竟真的一辈子只有一次 但是我们店目前 现在礼服就是以年轻人为主嘛 所以可能在款式方面 就是有一些年纪大 一些长辈 他可能就觉得 哎呀 太收身了 或者是有点漏啊 漏背啊 就是自己有点接受不了 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 往之后的话 我们想推出一系列 就比较适合妈妈的一些礼服 一些旗袍啦 或者怎样 就是长辈会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个受众人群 可能会更广一些 对会广一些 对包括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他们也一般跟着沾光 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 所以如果给他们也弄一个 是小花童啊 一些小公主群 对我们之后都会慢慢推出 然后也会推出一些 比如说我 因为现在有小孩了嘛 可能会把关注重点 就会关注有一些 往小孩方面 然后我想跟小孩 拍一些母女装啊怎样 可能我之后就会准备一些 就是大小同款的婚纱 就是制成两份这样子 就是就可以跟 就可以跟我女儿 穿同款的婚纱 然后一起拍照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在做这个的 可能就比较少 再加上孩子的这个服装 其实其实蛮难买的 因为你买贵了觉得舍不得 因为确实它的每年都在涨 你买了之后真的以后也不会再穿 觉得用这个租赁的方式 我觉得是最适合所有这个孩子们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现在之前我知道在这个 室内摄影 因为你想加拿大漫长半个月 半年的冬天 你想出去拍婚纱照的话 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是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 然后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室内景 我想应该很多人也会比较喜欢 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很好 也就是直接在楼下试完衣服 然后直接在上面就可以 对这个也是很好 一条楼服务 这个我觉得在 其实在慢慢以后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在创意 还是跟所有人合作当中 其实这个互相合作的模式 慢慢所有的这个资源整合 其实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很多可能很好的摄影师 包括我们上两期采访的 一个很好的摄影师 也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 尤其是在多伦多 我们所有的华人 都是年轻创业拼搏的 所以其实可以资源整合 可以打造更好的 这样一条龙服务 对其实现在就会有 就是有一些 我们很多客人 就是一些摄影师 或化妆师推荐过来 然后我们也会 就是跟客人推荐一些 这个摄影师 或者化妆师比较好 然后我们会把作品 给他们看 看客人喜欢怎样的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其实大家其实都是 互相合作 对对对 互相合作和帮忙 都会越来越好 对对 其实每节在我们 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都会有我们的嘉宾 因为每次我们请来的 肯定是在这个各行各业 都是比较精英的 都是在做的这个领域 非常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听到Micky 也想让Micky也给我们 所有在电视机前 想创业 或者是正在创业的 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尤其可能是女性 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 Micky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这个 自己走过的经验 自己走过的弯路 可以分享给我们 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的呢 我毕竟才两年 就是经验可能 也不会特别特别多 我只能说 我自己从一些吃亏的方面 可以给大家有个提醒 比如说从一些租房合约 你自己要把每一条合约的 每条款条例 自己要研究好 要知道哪一款 是比较适合自己 比较对自己有利的 然后哪些是 对自己是怎么说呢 就是是一些房东 他强制性加进去的 就可能是不大合理的 你自己要知道 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我吃的最大亏 就是在装修方面 所以在装修方面的话 我可以建议大家 比如说提前去了解 一些工程团队 你可以去问他 你可以去问他 你之前是做过 哪些作品了 或者你帮哪个店铺啊 或者是做过了 你可以去那些店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做工啊 技术各方面 也可以问一下 当时他做的那家人 觉得这个工程队 到底怎么样 好不好 适不适合 是不是真的是专业的 我真的说 从自己吃亏当中 然后给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走我一样的挖路 我觉得Miki其实很可爱 因为之前来嘉宾呢 一般都是比较宏观的 说告诉大家要坚持啊 追随自己的梦想等等 那Miki给我们的全都是 最实在的一个建议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解决方法 也很简单 但是这个没有经验 之前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真的 比如说知道这些事情呢 其实你就在每一行 找这个最专业的人 其实就最好了 因为你可能刚开始 比如说这个房屋也好 你可能找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经济啊 去先多做一些功课 其实可以避免一些 这样的问题 或者是说这个装修的问题 比如说可以货币三家 多对比一些 其实很多这些都是经验来的 但是呢 其实无论怎么说 这些好经验也好 不好的这些经历也好 其实到最后都是 本身的一个经历 一个经验 也慢慢的也让这个Micky的店 也可能越做越大 因为如果说完全一发风顺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能的 对 通过这些也是会让 这个Micky的店会越办越好 也希望Micky的店 在之后越来越好 谢谢 好非常感谢Micky今天做客 我们北美闯天下 也非常感谢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视频